天安邦您好 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 我是张涵 受点热荡雨影响 省道台七甲县许多路段不时传出摊放落石 还有车辆在指标34.7公里的南山路段 因为土石流受困 幸好先军一访之际 当地派出所远景 紧急救援 才平安脱困 记者林慧珍的报道 东北季风将最近的宜兰几乎成为雨不停国 山区更是首当其冲 尤其省到台七甲县 许多路段都不时传出摊放落石情形 有一名增弃民众与有人 从北部开车来到宜兰 要继续前往离山游玩 在行进大同乡南山村 台七甲县算4.7公里处时 就刚好遇到山壁崩落 头石泥流 导致车辆陷入泥泥中无法脱困 三星分局南山派出所所长曾文雄 接获110通报 立即率领警员林辰中原 尺服现场紧急救援 事发当时现场正下着超大豪雨 再加上该处不断有土石崩落 情况一度相当危急 曾文雄所长当即立断以绳索 先连接增进民众的车辆与巡逻车 借由巡逻车牵引 终于帮助增进民众一行脱困 三星警分局提醒 近来因为正值东北季风 宜兰天气状况较不稳定 容易有大雨或好雨的发生 应该尽量避免行驶山区道路 警广记者林慧珍宜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